HitFM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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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ys and gir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e've got a lot of great music all day Yeah 只剩情依略 HitFM 周末 是的 欢迎来到今天的Hit周末 这是HitFM魔王 北部107.7 周末9.5 南部90.1 一栏97.1 花灯107.7 我是Gigi 今天在现场呢 请到的这位朋友呢 哇 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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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没有看到她了 而且呢 今天看到她的这个形式也不太一样 现在感觉如何呢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葛西娃 哈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葛西娃 是 其实刚才开麦前 我们俩聊了一下 是是 六年不见耶 对啊 一直没有新作品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来 跟大家一起分享 分享 这是六年来第一次的通告 对对对 第一次的访问 第一个第一次 心情觉得怎么样呢 其实我非常紧张 刚就是 金星的跟我讲说 我们今天要上通告 然后 哦 什么通告 电台 电台 我很久没讲话 然后 没有关系 是Gigi 是Gigi 然后更紧张吗 我有那么可怕吗 就我觉得是我自己的关系啦 因为想要把这张专辑介绍好 然后又太久没有这样子的方式 我又用中文介绍的话 我又很吃力 全部都用母鱼 哈哈哈哈 不好翻 哈哈哈哈 开玩笑 但而且这次的形态 我刚刚说形式不太一样 是 因为以前以往是以团体的形式来 没错没错 这次又是这么久没来 然后又单枪披码自己来 对对 那个感觉非常不一样 因为当初 我们一次来就六个 对 塞满了 对 那时候我记得好热闹 对对 然后大家都 吉里瓜拉的 然后接话什么都好简单 那你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差好多 我觉得你可以啦 你OK啦 那时候也很多都是你在想啊 可是一点点啦 就不太一样 对OK了 对 好 这个睽違 那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这六年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六年来我一开始是 我先有了小孩 有了小孩 对我觉得最大的改变 就是有了小孩之后 很累哦 对 照顾是很累 是 对然后就一些想法 不太一样了 对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大 然后把这些很多想法 就是写 写在创作里面 写成几首歌这样 对 就发了 哦 所以也算是一个礼物耶 是啊是啊 他是计划中的 不是 没有不是 哈哈哈哈 所以那真的就是一个很棒的礼物 很棒啊 对不对 对啊 自己觉得很开心 他应该是说他给你了很多的灵感吗 是 给了很多 很多新的想法 新的想法 对 我完全没有想过我会这样 好 等一下我们再来聊 新的想法有哪些 这张专辑的名称 非常的特别 他好长哦 哈哈哈哈 我这里有一批很纯的你要不要 ITA ITA那是要怎么念 ITA ITA 对 那是我第一张的个人专辑 是 对 头一次 这样子 但ITA就是我们的意思吗 是母语的 是母语的 可以讲成 我们那是 ITA真正的翻译就是 第一个 哦 ITA 哦 了解 ITA就是第一 就是一的意思 一打 所以才会说我这里有一批很纯的你要不要一打 第一级的意思 第一级对 所以意思就是会有第二级第三级 希望有 希望会有 对 但是为什么要叫我这里有一批很纯的呢 就因为我像我们开始我开始刚开始创作的 嗯 在我们乐团的中间 在boxing的时候 在boxing 然后结束之后 我变了很多想法就是很乱 嗯 然后我不知道什么叫我不知道怎么写歌 然后不知道大家能喜欢什么 但是 但是 突然没有方向了 对 对 有一次就是 呃 我们老板娘也跟我讲过 然后就一直讲说 其实不用想太多啊 你就写就好了 音乐就是 就很单纯嘛 就是写音乐 然后做自己 你想做什么就做 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对 然后我说 虽然你现在有 签议有公司 但是我不管你 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哦那很棒耶 没有给你任何的限制 其实那时候让我觉得很 就有苏醒起来 然后我们就找起很多人 很多音乐人 然后我们就找一个 民宿来一起写歌 哦在那边待多久的时间呢 只有一个礼拜 在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就写了五六首歌 就是没有 就是完全没有 没有其他的干扰 应该是这样 因为可能在现实生活中 刚刚说了 因为有了家庭 然后有了小孩 哦小孩一哭什么思绪都没了吧 所以我们才跑去民宿 有一个安静的空间 我觉得这个很单纯 对我来讲 然后我用自己的语言 也唱了很多歌 对因为这张专辑 有六首是纯母语的创作 但是也有是母语 但是又有中文的歌词 所以所有都是先母语创作出来 对对 也是同时就是 因为我中文不太好 然后我找朋友一起写歌词 嗯 对然后我跟他讲说 我的感觉是什么 嗯 我想要诠释这首歌是什么 然后他开始用中文写 嗯 然后我看到 哎 我用母语也可以 然后一直跟着 就是一直改 一直调整 对 那这样来来去去花了多少时间 就是这一个礼拜的时间 呃歌词的话 已经是差不多一年多 哦 我这个专辑录两年 哦 对包括写歌 但是刚好也因为遇到 对对 疫情 我刚说也遇到吗 哈哈哈哈 也遇到 中文也不太好 也遇到了 被我影响 不会不会不会 也遇到了疫情 是 对 但是我觉得很不错 就是刚好有这样的时间 要不然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这件事不知道会不会撑 对 因为刚好有一个这样的空档 让你可以去做这件事 对对对 对 很纯 多纯 哈哈哈哈 因为就 纯不纯 那让大家 平动 我觉得蛮纯的 对 就是一天也有觉得 哦 是有爱 因为这里面唱的很多 对对 所以大家可能会想歪 想说很纯的 很纯的 其实再讲一个是感情的部分 对啊 是不是 亲情感情都有 就各种情 对对 嗯 应该说亲情感情 对两个而已 对亲情跟感情 还有讲到自己啊 因为这是离想打拼嘛 对 其实这件事也是不容易 对啊 我们就是 还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 真的就好几年了 然后 就感受讲一讲 我觉得 其实很多 对啊 而且我在听张专辑的时候 因为我 因为那个 原名我听不懂 原名我听不懂 但我就觉得很好听 然后我就去看歌词 就去翻 哦就原来 然后就看到歌词很多的 你歌名旁边 你都有备注 例如 摩天大楼 你就写说 不知道爬了几栋 对 因为这也是你生活的一份 是 没错 工作的一部分 对啊 从高 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做工 国中就开始了 就是赚学费 对啊 爸妈妈带我们去工地 这样 就 嗯 就很 很一般 很常见 对你来说 这是生活的一部分 对不对 为了要生存下去 是啊 爬了几栋 还没试一堆 真的哦 但是因为我知道 那时候还没有盖好 一定只有钢筋嘛 对 然后水泥嘛 所以不可能有电梯 这种东西 不行 不可能 有啦 有现在 现在有那种 外挂的地方 那个我觉得好可怕 对 那是非常危险 那个其实还蛮可怕 那个要一直保养 哦 所以 对 每一首歌 所以摩天大楼 是在讲什么呢 对 就是 像我工作那么多年 然后 像盖一栋大楼 就是有一张 钢蓝土 然后钢 要罩着土去做 对啊 打钢筋啊 然后做绑钢筋啊 灌水泥 然后一层一层一层的 盖上去 是 然后大家都是 其实在工作当中 都非常危险 有可能就 是我懂 就是 我周围有很好的朋友 在做 对 然后一直爬上去的时候 其实 你到最高点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你可以看得更远 在最顶端的时候 有一种豁然 对对 所以 很辛苦 但是你可以 中途可以稍微休息 停下来 看一下风景 我觉得这个 对自己很有帮助 是 对 这是专辑里面 第一首完成的歌吗 不是 不是不是 第一首完成的是什么呢 过站不停 过站不停 哎呦 那我们就先来听 过站不停 等一下来问你 过站不停再讲 好 是的 刚刚听到的正式呢 葛西瓦在 个人首张专辑 我这里有一批 很纯的 你要不要 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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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有说那个 ITA就是一的椅子 对不对 因为这是你自己 个人第一张专辑 然后呢 我们就听了 个人第一张专辑中 第一首完成的歌 过站不停 这首歌在讲什么啊 呃 像我们拿来比喻成 一台火车 我走过的路 都比喻一个 一台火车 算一台吗 一辆 一台 可以都可以 一台火车也可以 对 在我们 在我 离开家乡 然后 我在北部 工作好几年 然后 也不是很 过得很 如意 然后 当然在这里 这一路当中 很多诱惑啊 很多什么 就会让我觉得 可以停下来 嗯 对 然后 其实我一直没有停下来 是因为我还是 我还是有梦想在追 嗯 对 我一直没有放弃 然后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看 其实看到 以 看似很近 但是其实很远 很远 根本摸都摸不到 对 我觉得我已经快到了 但是 嗯 还一直 一直到不了 对 然后我们就会 一直走一直走 不能停下来 真的不能停下来 因为可能 你休息一下下 又被追上了 然后你又要花 更多的力气 再往前 对啊 所以一直提醒自己 这也算是在讲 很纯的梦想嘛 对对对 嗯 就是 不要一直 沉迷在很多 因为现在 网络世界 真的 很容易 就掉进去了 对 对 怎么又觉得怪怪的 哪一方面容易 游戏啊 对啊游戏什么 我自己会玩游戏 但是有时候玩游戏 会耽误了自己 因为就停不下来 对对 所以一直 读出自己说 一定要 一直走一直走 嗯 每天会给自己一个 呃计划 比如说 在创作的时候 你会说 我今天一定要 写完一首还是 对那个一定要 就算你写不到 我都会耍赖 就算你写不出东西 你就是要定在那边 这是你的规矩 嗯 你有给自己这样的期许 有啊有啊 就每一个小时而已 就每天 最少 对有时候真的不想做 就有的时候 有些事情养成习惯 但我都觉得 创作这件事很难耶 对啊 没有办法印象 对 对啊 但就算你 可能那天没有灵感 你还是会把自己 定在那 也可以 念念歌啊 听听人家的歌 对啦 那个也算灵感 是啦 对 很棒 掌声鼓励你鼓励 专辑里面有一首歌 我觉得也很可爱 叫做一岁半的兄弟 虽然他现在已经三岁了 对三岁了 可是那时候 他是一岁半 我才开始写 一岁半的时候写的 对 写这首歌 是要送给儿子 送给儿子 对 就是我唱 我以前就是 写歌的时候 然后儿子我带 然后我就 用老婆上班 这是他的声音啊 这是他的声音 好可爱哦 然后我就把他带去 录音室 然后每次 做歌的他一直在那边返 他会哭哭闹闹吗 强摆说 啊这个是 他才不会讲话 嗯 他好奇 我就给他录起 儿子录哦 还不错耶 就把他放进来了 对啊 我觉得可以 我可以把对你的不满就写 全部都写下去 尿布啊什么的 那我以为这是一首 充满爱的歌 这是充满抱怨的一首歌吗 就是 爸爸的发泄 很可爱 爸爸的发泄 我相信这是很多 有孩子的人的心声吧 当然是爱他 但是就是很累啊 对啊 对啊 陪着他 陪着他耍 就是就变得很幼稚 我会变得好幼稚 OK啊 因为其实每个人 心里都有一个小孩 对啊 还要装什么娃娃 音乐成功 我根本就不会 不懂 宝宝 蝶字啊 宝宝 你要吃什么 吃糖糖 对啊 讲话都要蝶字 这样因为让他 很清楚的知道 我在讲什么 哦 我不懂 因为我没有生小孩 是蝶字 他比较听得懂 吃饭 吃饭饭 你叫他吃饭 这一个字他还听不懂 饭饭 这样 哦饭饭饭 哦 是哦 我觉得啊 这是我的猜测 对 因为我也发现 好像跟小孩讲话 会变蝶字 然后讲一讲 自己就觉得好恶心 不会啦 很可爱啦 然后他就听得懂 他就听得懂 但是这真的是一个礼物 那时候知道的时候 应该 呃 很多感受吧 对 有吓到 就是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 要怎么带他 我要怎么跟他说 其实那时候很慌 很开心啦 只是就会 很多怎么办 修华是不是一个 比较容易紧张的人 或是容易想太多 对不对 非常会 就是很多事情 你希望可以 先知道会怎么样 但是偏偏人生这件事 就是没办法 对啊 我一直想要 先知道这个 对我来讲很重要 但他现在三岁了 有好多了吗 对 会反驳了 会反驳了 会顶嘴了 会顶嘴了 那他知道这首歌 就写给他了吗 你有放给他听吗 他都会 其实都会唱 都会唱 他不知道写给他了 哦 那他知道 你是在骂他吗 哈哈哈哈 不会啦 他听到应该会感动 他应该 我觉得会很感动 这是一个父亲的爱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里面还有一首 我很喜欢出海口 梦跟你妈妈说 我爱你没办法 最喜欢这四首 出海口是 写给独处时的自己 但却只是为了要钓鱼吗 对啊 哈哈哈哈 其实我 我就是很喜欢钓鱼 对我不懂 男生为什么都这么喜欢钓鱼啊 其实钓鱼可以 让自己定下来 我要忘记所有 所以在钓鱼的时候 比如说你可能今天卡关 你写一首歌 你就是卡在那 然后你就会选择去钓 对啊 那时候就会整个人放松 放松很放松 就忘掉 我是打电动 对啊 对 类似是这样 对啊 就一直专注在游戏 你就没有办法 你就不会想别的 就不会想别的 因为真的太多很讨厌的事 那就算一种休息 是 出海口是 钓鱼的时候有的灵感吗 放假的时候啦 放假的时候 对放假的时候 有时候很希望 找一个很安静的地方 就算连电话都可以不要接 那就找没有收勋的地方 哈哈哈哈 可是现在好多基地团 哈哈哈哈 像我们去露营 都天不了 最好的地方 美电也不能讲 因为有行动电影 你就说忘记带 行动电影也没电啦 啊你就去找那种要出海的啊 对啊 所以 海钓的那种 好啦就写一首歌好了 就写一首歌 因为 那我们完全 接收不到外面的 信息的时候 那个好舒服 对 对啊 连孩子都可以不用管 对 我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 科技越发达 我们却被绑架了 对对 就是永远 就好不容易想说 哦 我来度个几天的假 然后我却一直要处理工作 对啊 吃个饭 一直讲电话 所以我那首歌要怎么弄 怎么弄 然后哇 这不是放假吗 但没办法 这就是我们要接受的 所以只好写了出海口 希望自己有真正的假这样 有真正的假 然后里面其实写两首歌给儿子 对 一个是 那个一岁半的兄弟 听起来我觉得还蛮凶狠的 对 凶 我觉得是很凶的一首歌 因为他是我的兄弟嘛 他也会对我凶 哦 哦 对啊 对啊 对 但是梦就是另外一件事 对 梦应该本来是想写给 如果有女儿的话 哈哈 没有 梦 梦完全写的是 很温柔的一首歌耶 就希望他 他这个年纪 就三岁以下了 我觉得就是好好的做梦 好好的玩 你长大之后就会 你不会 不会有这个 不会有这个环节 可以享受 就完全是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长大就会有很多现实的压力 对 宝宝不想要长大 你记得你三岁的时候 你小时候 小时候不是都会写什么 我的志愿 或是我长大要做什么 小学啦 嗯 对 你小时候想要做什么 我 我是填那个 当老师 哈哈 当老师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老师 老师好棒哦 很酷 对 老师可以打人 老师可以骂人 结果居然是因为这样 我刚好本来还要讲说很感性说 哦 你是不是小学 遇到一个非常有爱的老师 没有老师可以用打的可以骂的 而且他们打人都合法的 那时候我们 对 我以前也是 对 我都会拿 老师都会拿 这样会不会泄露出我们年纪 小时候老师拿的那个竹棒 那是竹子吗 还是腾边 腾条 很粗耶 然后有的时候真的只是考试考一下下 考不好 手就会被打到肿起来 才一下耶 然后就要擦那个万金油 还是面苏利达姆 超痛的 超痛的 回家都会咒骂老师 然后回家的时候 跟妈妈讲还被妈妈骂 就说你自己 对 然后就又被打 那个时代还是还蛮好玩的 对 但就好像有这样还不错 对 有回应 要不然我们现在可能 不知道在干嘛 对 所以那时候的梦 有想过要当老师 对 我是自厌系写 我真的就写我想当老师 但是不太可能 因为我不是很会念书 没关系 我也不会念书 对 所以其实 写了这首梦 就是希望儿子 可以做他想要做的 对 尽情的做梦 现在这个年纪你尽情的做梦 没有生活上的压力 你长大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没有那么精彩 精彩啦 只是没那么简单 对 可能是黑白灰色绿色 可能不是五颜六色的 但一定有努力 我相信就会 但当然一定有辛苦的过程 那我们就要来听这首吧 好 我们就来听这首梦 有糖果跟恐龙 有城堡烟火 但不会有寂寞 我想你懂 好的 今天的一周末 请到的正是葛西娃 这是单打独斗 吃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 我这里有一批很纯的 你要不要一打 一打 个人第一张专辑 你标准 你非常标准 我学会了 耶 对 一打的意思就是一 因为自己的第一张创作专辑 然后刚刚有说 因为在家里真的没有办法 好好的写歌 所以关在民宿楼面 对 写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这个很纯就代表 对儿子的爱 为人父的喜悦 对太太的感谢 对自己的爱 对 然后想做什么 就去做 做自己 而且还有一部分是 单纯喜欢音乐的初心 对对对 对 没错 就因为 就很坚持啊 我不知道我在坚持什么 因为音乐这条路 真的不好走 不好走 非常不好走 你从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音乐的啊 呃 我是小时候就 国中生的时候 就已经很喜欢音乐了 嗯 是哪一类型 是唱吗 还是会去玩吉他 还是乐 弹吉他跟唱歌都有 国中就会弹吉他 好帅喔 因为以前部落就只有吉他 没有别的 那很帅 对啊 大街小巷都是吉他手 真的还假的 真的 每个人都有一把吉他 每个人都有一把吉他 大家就是教 追女朋友的时候 或是小老師 一定要会弹吉他 所以是部落的哥哥 会教吗 对 前辈们 长辈们会教 看他们的手势怎么弹 自己学 回去 哇很棒耶 所以国中就喜欢音乐 对 那时候是什么样的音乐 会比较做呢 呃 可能是因为教练的关系 因为我们打拳 就是喜欢放一些 重节奏 嗯 对 他们都一直放那种 摇滚的啊 然后我们就 会觉得 我们就从摇滚开始 比较热血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 打拳一定要很好的节奏感 所以他们会放一个 很重节奏的音乐 打拳跟音乐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呃 还是音乐啦 哈哈哈 打拳那边打 哈哈哈 还是音乐比较喜欢 对对对 刚刚有说那时候是放 呃 比较重的摇滚 你记得 对对 因为你 你一定那时候在练的时候 听到那些歌 有 你回去一定想练 像 bon josey那种 哦 bon josey 对对对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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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就是那种 比较重的 所以如果要选一首代表歌 我們去選一首 Bon Jovi最經典的歌 It's my life It's my life 那我們就來放這首歌囉 OK It's in a song for the broken heart 我們就聽到這首歌非常非常的有感覺 Bon Jovi It's my life 這首歌是我們小時候好愛的歌 很喜歡的一首歌 很喜歡 然後那個主唱兒子現在也長大了 也很帥 主唱都很帥 兒子更帥 兒子跟他長得超像的 很帥 然後那時候因為小時候部落大家都會彈吉他 開始喜歡音樂 然後又因為在練拳打拳的時候 都在聽搖滾樂 那後來有加入什麼社團嗎 是沒有 是沒有 我們高中畢業就出來工作 然後就是在上來台北之後才看到 很多可以有樂團 他也可以比賽什麼 我們才開始 原來真正進入玩音樂就是這個階段 可是 所以你們那時候有報名參加很多的比賽嗎 先從 我們先從南部開始對主團 因為那時候我們村莊出了歌手 動力火車 對 由邱欣是我們村長的偶像 同一個部落 對 然後我們要跟他一樣去台北 一定要去台北唱歌 那時候大家都有留長頭髮嗎 對 我們那時候是長頭髮 那時候才二十 八歲 十九歲 全部都留長頭髮 對 然後大家都會 拿吉他 對啊 都在屋頂唱歌 帥 他的照片都在屋頂 對 然後都跑到屋頂上 對 好可愛喔 然後我們那時候也很幸運的 邱欣也發現我們 邱欣哥也發現我們說 有一批文論 我們村莊的年輕人上來 後來也聯絡上了 然後借我們東西彈啊 好棒喔 對 我們的吉他 我們的Bass 全部的業績都是他的 然後開始到訓練我們 不是訓練 教你們 跟我們一起就帶我們去練團 我們也真正進入真正的練團室 所以那時候才真正到 第一次到練團室 才大概瞭解是什麼樣的狀況 原來這麼專業 原來有隔音板 原來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對 然後就開始 我們在 因為我們自己創作 然後他覺得 可以 你們可以去參加比賽 真的可以嗎 然後我們才開始 透過朋友去幫我們 那個 報名 所以那時候的組合就是BOXING嗎 不是 那時候叫 SE 樂團 喔 XE 對 上Eagles 這樣 以前的人都是 去這種鬆鬆的 喔 又是太陽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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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gles 就叫Eagles 喔 好酷喔 然後上來之後 然後我們就比賽 我那時候參加了 原創音樂大賽嘛 唱母語 我們拿了手獎 然後 因為朋友也是很多 很喜歡跟我們挑釁的朋友說 你們才只有 演出品而已 你們沒有辦法出來 然後我們又報名了海洋音樂記 我們又拿手獎 喔 是喔 對 那時候我們 好厲害喔 就是 可能是運氣的 沒有 是真的有實力 評審老師喜歡我們 這真的有實力 對 所以我們就開始進入 真正進入音樂圈 真的進入音樂圈 這個感覺 因為以前可能是因為興趣好玩 然後後來就越接觸越專業 對 但是也算是那時候運氣還不錯 運氣還不錯 但是一直有人帶 對 然後我們又進 進那個 朋友帶我們去ABA唱歌這樣 又剛好又碰到老闆 是 就是他剛剛好有了 不是刻意的 不是刻意 不是剛 不是硬喬的 對 對 結果他就跳來這樣 我們就 就一直跟著他 對 就跟著他到現在 所以這個音樂的夢 是從初中到現在 對 就很長的時間了 對 很久 中間有想說要放棄嗎 我一直都是 一直在邊緣 我覺得都差不多要放棄了 然後就 又有一個機會來了 我覺得生小孩了 需要經濟上可能要幫助 就差不多要放棄放棄了 可是很幸運真的是 另外一半還有 我自己的公司都很支持我 很支持你 對 一直讓我 還好你沒放棄 對 其實心裡 不太敢放棄啦 應該也捨不得吧 都堅持這麼久了 現實生活就已經逼得我差不多了 是 對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支持 這樣專輯好不好 可惜我 我這裡有一批很蠢的 你要不要一打 對啊 真的 我覺得真的做音樂 是一條非常艱辛的道路 沒錯 對 好 剛有提到這個 對老婆的話 等一下我們回來再好好聊囉 今天很開心請到葛西瓦來到現場 帶大家個人的首張作品 然後剛有講到 其實裡面談的其實就是很純粹的情感 各種情感對不對 親情感情愛情 然後裡面有一首是給老婆的嗎 對 對 對 給老婆只有一首喔 給兒子有兩首喔 我愛你沒辦法 對 我愛你真的沒有辦法 對 就是我覺得寫這首歌是 對我來講一個挑戰 因為我老婆本身就很嚴肅 所以他不開玩笑的 真的假的 對 你這麼幽默的人 對 所以我會 你怎麼認識的呢 我們兩個是同一個村莊長大 從小一起 對 所以從小就喜歡彼此喔 對 喜歡 在一起是15年這樣才結婚 好酷喔 是初戀耶 算是 算是 有點保留 從小一起長大到現在 對啊 就很了解 很了解彼此 應該也是彼此最好的朋友 對 然後我們就會 一直想要踩他底線 然後又收回來 不要 不要 要尊重彼此 可是他還不是 就是開玩笑 他開不起玩笑 他開不起 不要再開玩笑 那應該有很多想要跟他講的話 因為我想要很浪漫很浪漫 我看到別人的男女朋友的對話 或是看到電視上演的 可以這樣子對老婆 每次都被潑冷水 但我也覺得很好笑 你都怎麼對他呢 你做過最浪漫的事是什麼呢 最浪漫喔 就是那時候我是非常辛苦 然後工作沒有什麼錢 然後他的生日 我想要幫他買一個 很值錢的東西 黃金我買不起 然後我就上網找 喔 珍珠 珍珠可以 對 氣質 對 然後我就 我就請摩托車去找 我是去店面 因為我怕網路上會被騙 騙 買到假的 對 我去店面裡面 我直接跟店員講 然後全身都張兮兮的 然後我超好笑的 因為剛工作完 然後一回家就不能出門了 然後就知道你要幹嘛 就知道你要幹嘛 對 然後我就買一個小小的珍珠 珍珠耳環嗎 對 非常小的 沒有 那是新意 對 然後我就以為要 老婆這是你的生日以後 他其實很開心啊 一定開心啊 然後你拿一來的錢可以買 哈哈哈哈 很實際 他是土象星座的嗎 我不知道星座 你不知道他是星座 雙魚 雙魚很浪漫啊 對 可是我就好 他生日什麼時候啊 你不會不知道他生日 雙魚十一啊 對 雙魚耶 雙魚很浪漫不是嗎 對 沒有 雙魚女生有些還蠻機車的 哈哈哈哈 好啦 開玩笑 算是啊 喔 可是他 沒有 他可能覺得你辛苦 怕你亂花錢 對 我就說 這麼辛苦的你還要花錢 他說其實 你送我一張卡片都可以 但他心裡一定 非常非常非常的開心 不是 他每次的回話 都會讓我 我牙口無言就 哇 你送我一張卡片就可以 所以下次就會寫張卡片 對 我寫好多張 哈哈哈哈 那就卡片就搞定啊 對 我連去年的都寫好了 哈哈哈哈 已經寫了十年份的就對了 反正就不用花錢了 那沒有啦 偶爾還是要這樣啦 對 很棒 很謝謝他啦 一路陪著你 對 他一直就很支持我啊 好 好 那專輯中其實還有一首歌 也蠻特別的 是跟這個91的Kenji合作 對 劍志 對 怎麼會想要跟劍志合作呢 跟你媽媽說 如果我們在一個討論當中 跟製作人討論說 像這種風格的音樂 你覺得你在台灣 你有聽過誰很厲害嗎 我覺得91就很厲害 唱這種算是拉丁一點的東西 是 這首歌很拉丁風 對 然後 他說那我們去聊看看 跟劍志聊 那為什麼不是春風或洋蔥呢 是劍志 剛剛我那時候來就是劍志 你怎麼那麼老實啊 因為他沒有來 其他兩個沒有來 然後是劍志來到現場 然後劍志就跟我 分享很多音樂的 他懂的音樂比我多 超多 他很愛音樂 對 他超懂音樂的 然後就分享 像我們原住民周遭朋友 發生詩跟他的 其實都很像 我們就很喜歡跟朋友混在一起 就跟兄弟混在一起 你的兄弟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都很多那種 有些是罵寶啊 有些是屁孩啊 然後我們都會 我們共同的理念 我們共同的理念就 就會覺得說 就算我們變得怎麼樣 我們還是要孝順媽媽 對啊 媽媽好不容易 媽媽不要擔心 我們什麼都沒做 但是其實都有做 那種感覺 屁屁的 所以就聊一聊 就有出現了這首歌 是你們兩個一起創作的 對 一起創作的 很棒 這首歌弄很久嗎 一個月吧 一個月 到歌詞寫完 所以跟他合作還蠻開心 很開心 因為他懂非常多了 然後可以在他身上學到很多 也獲得了很多 好 今天非常開心 跟葛西瓦聊了這個 自己個人首張專輯 謝謝 他今天來之前 他其實超緊張的 他真的超緊張 他在說怎麼辦 怎麼辦怎麼辦 對 無助 現在感覺怎麼樣呢 是 你比較會帶 哪有 帶我們這種不太會講話的 哪有 你很會講話啦 我手還沒有覺得你不會講話 你很會講 謝謝 謝謝 對 但是 在這邊還是要為難你一下 好 要請你跟大家好好的介紹這張專輯 用你的方式 他剛剛深呼吸一口氣 這張專輯我覺得是 我們已經運作了兩年 然後 我希望大家能夠在 我的個人平台上面可以去聽看看 然後去看一下歌詞 因為我平常都是 如果叫我講母語去詮釋這張專輯 我覺得很 應該會很清楚 但是如果在我的 專輯裡面的 那個簡介裡面 有些都是 可以讓你們直接懂的 然後 在玩音樂當中 或是 碰到挫折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 保著 保著 初心嗎 保著 對啊 沉沉的初心 然後 不要想太多 我們就是 放心的去做 你要跟自己常常這樣講 對 因為你就是想太多的人 哈哈 我習慣了 我習慣了 但OK啦 嗯 但終於完成了 很棒的一張專輯 很不可思議 我覺得很棒 你加油 好 要繼續保持這個初心 我一定會加油的 愛音樂沉沉的心 好不好 最後我想來聽 你和Kenji所合作 建制合作的這首 跟你媽媽說 好 謝謝葛西娃 謝謝Gigi 謝謝 拜拜